香港明星谢霆锋 近年多了型男主厨封号 喜欢料理自己开发新产品 这一款三甜苦辣曲奇饼 一盒台币八百元 推出后大获好评 其中一款还是香港艺人阿娇结婚喜饼 结果香港销委会检测结果显示 风味曲奇甜牛油营养标示 每一百克含三克糖 实际上含糖量超过近五倍 并且含有致癌的丙溪鲜胺物质 如今饼干成分被点名有问题 谢霆锋立刻在微博发出声明 他说该物质并非人为添加 透过高纹烹煮食物不经营产生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报告中显示 丙溪鲜胺也没有安全摄取标准 最后谢霆锋声明 对于误导读者媒体 以标题党伤害品牌方式 将保留一切法律追溯权 香港小委会检测 市面上58款曲奇和甜酥饼样本 几乎都是高糖高脂 其中有51款减出基因致癌物 丙溪鲜胺和还养饼醇 无印良品的一款产地为 马来西亚的真子叶麦饼干 被测出致癌物还养饼醇含量最高 无印良品这一款饼干 已经在中国先行回收下架 另外台湾民众爱买的伴手礼 曲奇四重咒太仓饼家 弹岛咖啡饼店的蝴蝶酥 聚集饼家的陶氏核桃曲奇 吉华杏仁条 美心原味鸡蛋卷 一共51家品牌全中奖 目前这一份报告 也让榜上有名的商家很烦恼 不止香港食品 就连世界卫生组织 都没有针对还养饼醇 丙溪鲜胺这两种致癌物质 定制限量规定 对于消费者来说 或许有警告作用 解决实案上还是缺乏实际帮助 三连新闻任意方报道